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为家人幸福生活拼搏 希望这份温暖和振奋能够传递给你 视频中就是非常简单的生活 郎平家的保姆国 医生孩子们都在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拼搏 其中还有郎平的弟子魏秋月来参演 这位前女排奥运会冠军带着自己的儿子幸福参演 郎平和魏秋月还回顾一起合影的点点滴滴 魏秋月也在努力的培养更多排球苗子 还被郎平指出不能忘了自己的小宝贝 同时还有魏秋月结婚的时候 郎平出席 她在现场送上祝福 流着泪与魏秋月拥抱 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魏秋月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十分开心 能带儿子一起和狼妈携手演绎 当幸福来敲门 这部微电影很幸福在场上拼搏过 在场下也收获了温暖的家 新的一年希望儿子能茁壮成长 也希望能为中国女排多培养几个好苗子 这也是郎平第一次出演微电影 结束了自己第二次在中国女排执教生涯之后 郎平已经开始享受自己的另一种生活 在学校教书 有了更多陪伴家人和亲朋好友的时间 这也是此前郎平奢求的 如今在2021年9月1日与排协合同到期 开始享受生活 也希望未来郎平可以一切顺利 他此前就说过自己不想煽情的告别 没准哪一天就回来了呢 毕竟自己对于排球是有瘾的 所以当中国女排至今仍未宣布新帅的时候 不少球迷呼吁郎平可以回归 但联想到郎平的身体等情况下 眼下郎平还是更多的享受生活 一切顺利